109 太平洋日報 牛章芝食品2016確定列管 2015年7月22日南投新聞04記者李錫興南投報導 南投原生產不少牛章芝,販賣數量也不少 而為福報食品藥物處定出管制法條預定明年實施 牛章芝擁有販賣者應注意 稍早前,增爆發實驗室實驗鼠吃料一定濟糧的牛章芝止實體粉末後 出現細胞異常增生、空洞化等事件 為福報食藥處全面重視牛章芝的各種食品 食藥處表示,對牛章芝食品該處已定出管制時間表 確定在明年2016要將牛章芝力管 國人視為養生、抗癌的台灣國寶牛章芝 先前被經濟部生技中心委託生技業者 進行九十一天的動物實驗後 發現有藥肝之爭議 當時的報告指出,實驗用大老鼠連續九十一天口服牛章 奪目的牛章芝實體粉末後 不僅恐對肝、卵巢造成傷害 對神常鮮也具高毒性 吃魚多傷害愈大 牛章芝是否會危害健康引起爭議 而牛章芝事件在當時引起消費者恐慌 因為經濟部造的官方報告是有害 但有大廠牌業者爭於2011年在國際簽名期刊 FoodChamp Tocico發表一項為期九十天的動物實驗 製量每公斤三千毫克 結果卻顯示一點傷害都沒有 與經濟部的報告完全相反 導致民眾不知要相信到底是業者的正確 還是經濟部的報告正確 最後,食藥署只能說 在食藥署有資料的消費者能安心食用 以事件至今 食藥署在7月正式公告管理辦法牛章芝食品管理及標示相關規定 要求業者生以牛章芝為原料的相關食品 應在上市前將毒性試驗報告等相關證明文件 送衛生福利部備查 其產品外包裝 應以中文加注應有兒、孕婦、部位母語者、魚肉食用本產品 請客信醫師或醫療專業人員的警語 更明確標示原料使用部位為止 實體或菌屍體及其培養方式 以為消費者權益 食藥署表示 牛章芝上市前須將安全性報告送食藥署的規定 將從2016年7月11日起正式實施 如此,未來要販賣牛章芝食品的商家 都將會被食藥署聽上 看商家販賣的牛章有無看招食藥署的規定進行販賣 誰直線 反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